要不要点水 服选张其露 吴兴营地热茶送暖 但已被问到国籍问题 翻脸跟翻书一样快 还有什么人对国籍的部分要提问的吗 国籍疑虑不止一题 但才第一题 吴兴营已经不太烦 统一搜集问题 答案不讲第二遍 一次性回答 就是说中选会已经在查证当中 那就是12月5号为主 以上谢谢大家 那所以为什么要到12月5号 中选会就是说那个时候会公布啊 那你自己本身有放弃过 我在这个部分就不会再做额外的回答了 谢谢你们 原因那个其实有很多方法 可以证明这个国籍的部分 但不是是因为顾及到自己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 话还没问完 吴兴营先打断 跳针回应 就是要对12月5号中选会公布 态度很硬 但问题来了 传出连民众党内部都没人看过 吴兴营的放弃国籍证明书 在中选会公布结果前 到底要不要出声辩护 自己人也尴尬 甚至民众党内参民调流出 56%的人认为吴兴营当柯文哲副手 没加到分 科主席请我参选 是帮台湾加分 气氛越来越火爆 吴兴营笑容也越来越僵硬 直到听到这一句 这样有公开通名吗 是 谢谢你们 谢谢 吴兴营转头就走 留下一旁的张其路 尴尬想打原场 大家真的是要看一下证件 看一下后决 而不是在说这些八卦跟花絮 一个动作就能适宜的国籍问题 吴兴营却要让议题炒到12月5号 反让自家基层的扫街活动焦点 全被模糊掉 进行为流程的加线 采摹报报道